谈完这个李强 谈完所谓的调查工作之后 谈谈中国的这个大国外交的手段 习近平在第三次 在第三季的一开始之后 第一次出访就选择了俄罗斯 那普京刚刚被国际刑事组织的 这个起诉为战争犯了 那我想一般人国际观察的认为 这个习近平就等于是雪中送炭 能够助这个普京渡过难关一把 不过中俄之间的关系 你看到历史啊 从所谓的兄弟之争 一直到敌对 一直到现在战略伙伴关系啊 这个来来回回 还有边疆的问题 边境的问题 还有支援的问题 还曾龙鹏的问题啊 到处都是问题 胡平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习近平 这一次到俄罗斯的访问啊 这个受到普京的高规格的接待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 我想百年变局的一部分啊 最后的一个环节篇 也让这个美方啊非常的关切啊 到底现在中俄的所谓的联盟同盟也好啊 但是布兰总统布兰总统布兰总理已经把中国跟俄罗斯最近的发展已经变成中俄轴心了哈 这种轴心跟西方的同盟啊 慢慢的一直好像在成形当中 你怎么要看待习近平这一次的奥陆资讯 其实现在中俄两国结成这种关系 主要原因是为了共同的对付西方 对付美国啊 也就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是这一点 而尽管咱们彼此之间其实也未必像他说那么高调宣言的那么和谐那么友好啊 这中间且不说从地理人政治来讲 讲中俄之间从来就有一些摩擦啊 另外呢中国这个和俄在其他方面也有也有冲突之处也也不也不尽一致啊 但是呢在和西方和美国对抗这一点那是两者共同的啊 那中国想扮演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啊 他要挑战啊 二战之后啊 所确立的以美国为主导这种国际秩序啊 他当然也需要俄 把俄国当成他的重要盟友啊 而俄国当时也正是看准着这一点啊 我们还记得吗 就在两年前 普京还讲话 还说呃 他应该看到美国在和中国之间在发生很呃 很尖锐的这种这这种对立啊 普京还讲过嘛 我就是坐山观虎斗 本来他是坐山观虎斗的角色 结果到团的发动清乌之战 自己倒站到前台上去了啊 而大家也都知道呢 普京之所以敢于发动清侵略乌克兰之战 就是得到了中国的北书啊 而中国之所以要给他背书 并不是中国多么讨厌不喜欢乌克兰啊 中国其实乌克兰是过去这个苏联的这个加盟共和国 解体之后那个独立的这个国家中间和中国关系最友好的国家啊 那么按理说你中国对乌克兰受到欺负你中国应该帮乌克兰才对呢 那这件事他除了他并不是特别不喜欢乌克兰 他对乌克兰受到欺负他未必就是高兴的 问题是他更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俄国 他主要是冲着支持俄国的面子 这个份上才去在俄乌战争才去选择目前这么多立场 但是当然大家也看到在这次习普会上 双方在关于乌克兰战争上没有得到没有有太明显的共识 没有基本上没怎么谈到啊 中国提出的这个和平解决的方案 只是隆隆同统的说了一句 另外呢在泽林斯基他也提出要求和能够和中国会谈 而这次普京跑了那么大了 这个提起来那么大大眼一探 这件事和泽林斯基会谈这件事情啊 依然给搁置一下下来 所以总的来看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中俄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西方 这个态势就确实就已经形成啊 那么这种情况造成呢 我觉得他当然会呃 其实说到底中国现在在国际上 扮演这么比较重要的角色 呃 基本就是靠着他的这么改革开放以来 他有了相当强大的这种经济实力 也就是靠着这个邓江湖 呃 习近平纯粹是吃到邓江湖时代的那个红利 吃到那个老本 如果邓江湖时代就照着习近平现在的方法去做 那中国的经济断然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呃 只是呢现在习近平觉得这个中国已经实力已经够足够强大了 啊所以就足够有有力量向西方叫板了啊 啊这个他在一代提出了就是要建立什么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啊啊这些东西都提出动不动 就提出拿出什么中国方案呢啊这都表明他这么这么种意图啊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次中国俄国走这么近呢 也有种说法呢就是是是你西方的过错啊 是你一造成了把中国和俄国搞得一块去了啊 嗯 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呃 呃那你主要是这个乌克兰清乌之战啊 而清乌之战很多人就怪呢就是说你因为你西方 你美国你是北约东扩所以才就是逼的呃俄国对乌克兰下手啊 然后呢中国有在这样子中国又支持了俄国所以形成目前这种态势 不过这种说法我觉得认为所谓北约东扩是俄国打乌克兰的理由原因 这种话其实不大战斗我觉得应该说是肯站不住脚 事实上在这个要说就说就像好人说说这个俄乌之战纯粹是美国拱火拱出来的 你在那怂怂怂出来的这种说法一直有但是说明显站不住脚嘛 大家都知道俄乌之战刚这个乌克兰 这个乌克兰我刚刚打乌克兰的时候 拜登总统就像泽林斯基提出来嘛 就说表示愿意给你提供政治庇护 就说明美国一开始就像很多国家一样 对乌克兰并不看好认为乌克兰肯定在在俄军的强大攻势下是不堪一击 那既然如此既然美国原来并不看好乌克兰 他怎么会去怂恿乌克兰不断的去挑衅俄国 把俄国惹火然后俄国发起火来去打你乌克兰 然后你赶快逃跑结果到头来把乌克兰拱手向上让给俄国 使一个本来亲美的亲西方的乌克兰变成一个亲俄的乌克兰 那谁会做这种傻事呢 那所以是这个结果既然原来都是这么盘算的 那拜登怎么会去拱火俄国去打乌克兰呢 不可能的事嘛 从美国的角度他最不愿意的就是你俄国去打乌克兰 因为他觉得乌克兰不禁打嘛 这样子就乌克兰就丢掉了 所以这里呢其实希望这种局面 你要说这个事情有谁想拱火 那中国要拱火是真的 因为中国显然是在这种能得到好处 如果普京齐开得胜 那不用说 如果普京像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战局陷入胶着 那么使得西方和俄国同样都在乌克兰这个东西互相消耗 那在中间得到好处呢 那依然是中国 所以这也就是事实上也就是为什么在去年二月 普京在北京冬奥期间访问中国 中国会那么高调的表示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普京是向习近平交了底子 他不可能不 包括他可能要打乌克兰的件事 多多少少他是透露给习近平的 那么俄国正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背书 才敢走出这么一步 也就是说这次中国两国走这么近 那就是从俄国方面来讲 他正是看到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对立关系 觉得自己美国既然要花那么大的力量对付中国 因此就是他给了他提供了一个机遇 那他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冒险的行动 而反过来从中国方面讲呢 他认为俄国占到了这个第一线 那么他俄国清乌之战 从中国角度他本来并不应该像这么赞同 他之所以采取现在这种立场 主要就是看在他这种反美的行动 一种反西方的行动 这种打破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么一种行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去支持的 目前就这个当然这个局面形成 我一旦强调的是他不是一日之寒 由来已久 他主要是绝对就是因为过去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 国立中科国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是这么的一个产物 现在我们谈这个问题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我们几乎不会讨论这种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现在你这个西方和中国之间是有没有一种 一种新冷战呢 中国之间会不会结盟共同对付西方 这个问题在十年前都不存在 在二十年前三十年更不存在 那而之所以能够 今天能成为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 确确实实 主要是因为中国实力的增长 改变了国际的政治格局 这现在呢 无非是这么几十年来造成的变化 变得更为清晰 果然说你同不同意这个胡平先生的观点 另外就是关于美中的这个争斗的问题 加上俄罗斯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 解雇眼发动所谓的俄欧战争 那当然这次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啊 大哥变小弟小弟变大哥啊 这个所谓位阶的这个转换啊 解释大家所惊惊乐道的 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习近平跟普京的会面 我认为有三个城市的一个目标啊 那么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中共来巩固跟俄罗斯的关系 因为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 他跟美国对抗的一个伙伴 所以现在等于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一个作为呢 让俄罗斯跟中共会靠的更紧密 而未来的俄罗斯经过这场战争之后 他必然是往远东发展 过去一百多年俄罗斯都是往欧洲发展 现在他欧洲是到处碰壁 所以他只能往远东发展 而远东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 而中国也要利用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地缘政治的改变 他在跟俄罗斯结盟 然后在中东结盟一些国家 然后跟美国形成一个对抗 所以他访问俄罗斯的第一个目的呢 是巩固跟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第二个是要争取在乌克兰战争后续发展的主导权 乌克兰战争发生到现在一年多是完全是美国主导 可是未来呢 美国的主导力是不是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是出现问题 第一个乌克兰是不是跟俄罗斯都愿意长期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现在成为疑问 因为他们都受了重伤 而且呢是后继乏力 所以他们虽然表面上非常的要坚持作战到底 可是实际上他们也未必愿意或者有能力坚持到底 所以俄罗斯欢迎习近平调停这个战争 可是泽伦斯基他也表示愿意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的一个和平倡议 那么现在习近平访问过俄罗斯之后 下一步可能跟泽伦斯基做这个电话或者视讯的会议 把他跟俄罗斯那边谈出来的可能的和平方案 调停的方案提出来跟这个乌克兰来讨论 所以第二个就是要讨论未来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美国是当事国 他没有调停的一个角色可以扮演 中国不是直接的当事国虽然他比较偏袒俄罗斯 但是他毕竟没有参与这个战争和提供武器 所以他比较有机会做一个调停 而这个调停应该是符合俄罗斯跟乌克兰共同的意愿 而更重要的是符合欧洲国家的意愿 因为欧洲国家为这一场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而且是没完没了的这样站下去的话 他们也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牺牲 所以未来可能欧洲国家也会寄希望于中国来调停这场战争 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中共他要透过对俄罗斯的结盟 对乌克兰战争的介入 然后跟美国争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有纠纷的地方 他要发挥调人的作用 成为一个和平的促进者 而跟美国形成对比 所以他在中东地基跟沙特 跟这个伊朗 恢复邦交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在其他地方呢 中国的影响力也不像于美国 比如在非洲完全是中共主导 然后最近南美洲这个也有一些变化 这个巴西总统 这个比较左翼的总统要访问中国大陆 他被问到乌克兰战争 他说战争为什么发生 发生的原因还没有搞清楚 这个就是不跟美国的路子走 而且南美洲现在酝酿要发挥发展南美币 就像欧元南美元南美币 来摆脱美元的控制 那么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影响力争取 或者中共对美斗争的一个重点 就是削弱美元的影响力 也就是要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 对伊朗来讲 对这个现在沙特来讲 这个人民币国际化都慢慢的被采纳 所以未来呢 中共要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非常重要的点是从金融下手 也就是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 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 所以这个在全世界争取影响力的一个提升 这中共这一次习近平访问 俄罗斯的一个长远目标 盛明你怎么看法呢 你怎么看这个现在最新的这个地缘政治发展呢 中俄之间的这种合作 这种联盟这种同盟啊 到底跟北约的这个团结 跟西方的这种同盟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 我觉得呢中俄走得那么近 就美国是功不可没 中国从历史上和现实政治上的对俄罗斯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而且俄罗斯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注意 就中美连在一起呢 中国可以做很多送风车 从科技方面在很多其他方面 俄罗斯你就等于扛个北极熊 你得帮他对吧 你得怎么样 他什么都没有 就基本上的 中俄之间你就从那个贸易俄看 跟美国是以前是第一大贸易国 跟俄罗斯就少得可怜 就几百个亿 但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为什么说美国功不可没 其实就是 这个三国演义演出这么一个角色来 就胡平先生刚才提到呢 就是三年以前 当时中国急需俄罗斯的时候呢 就跟美国贸易战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 就在习近平 毁掉了那个第一次贸易协定 那个时候呢 继续跟俄罗斯联盟 就提出提升跟俄罗斯的就是 战略伙伴关系 那普京呢 就来了一个坐山钢虎斗 说 那是在2020年的 2019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那个话 那么现在呢 就中国 走到这一步呢 其实是 就是一个博弈的结果 就如果没有 就中国现在看起来是面临选择 实际上可能是没有选择 就如果没有贸易战的这个教训 如果没有美国在台海的那一系列的动作 就没有中国病毒 种族灭绝这一系列的指控 包括像今天又是昨天抖音这些事 中国非常可能 不会走这条路 会选择中立 甚至呢 会偏向于美国 在俄战争的时候 嗯 但这一切呢都发生了 所以 就敌意是很清楚 就美国也不隐晦 那就明确的说 中国是他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说 我今天打俄罗斯 就 你要是帮 连你一块打 你要不帮呢 打完他再打你 那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信息 一点没隐晦 所以中国一定意识到 你就无论怎样做 美国都不会满意 那就像澳大利亚前总理的基庭所那个话 那中国的原罪 就他已经太强大了 所以说 没有俄罗斯就 中国就下一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无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恩怨 其他的方面就 有多少问题吧 他就在一条船上了 那这一次他去了 本来他在这个 一个月以前的那十二条的时候呢 我还觉得中国说不定还会 犹豫不决 中国的自由派呢 还在给中国政府出主意 抛弃俄罗斯跟美国好 就是甚至从俄罗斯呢 战败以后拿回领土 这都是异想天开的事 就不可能的 他只能走这条路 那现在对中国政府来说 习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人 这是他的性格 既要跟俄罗斯呢 保持这种战略伙伴关系 又跟美国呢不要要斗而不破 跟乌克兰呢也要 关系还要可以 也要对个话 不是还给个几十万美元的 一些象征性的援助 但是总的来说 这次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了 这是布尔金斯景的最担心的现象 他说这个世界上 中俄加上一个伊朗要在一起的话 那是最最麻烦的事 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呢 就是本来这两个人还羞羞答答的没有在 就坐在床边上 结果被美国呢 就一脚给窜进去 也就一了在手 剩过两了在零 中美关系到底怎么样 就比如说脱不脱勾 绝不决裂 由不得中国 中国说的不算 但是中俄关系怎么样呢 中国说的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要抓住俄罗斯的原因 再一个呢 就是说中国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如果中国的政策是跟你前的毛中时期一样 他是要解放全人类 就是要世界革命 那么的当然就是远交进攻 那是最佳的国策 就像秦国一样的 远的国家那些安抚住 近的那些拿下 但中国现在显然不是那个政策 温哥以后他已经没有这个世界革命的理想 这个雄心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近交远攻 反而就成了一个最佳的策略 俄罗斯离中国显然要近 理由很简单 准美国万里之遥 俄罗斯近在支持 中俄的四千多公里的边界线 就一旦中俄关系不好的话 那是真正的麻烦 而美国反正现在要跟中国呢 就是要跟中国搞 那还不如拉个盟友 拉着这个盟友呢 也许跟美国谈 还有点筹码 甚至再往下走 我都怀疑中国可能在那个俄罗斯的武器上面 中国也会做 现在是说不卖 美国不准卖 再往下走 就中美关系再恶化一点的话 完全就可能公开的卖武器 做一个筹码可以跟台湾做交换 你给台湾卖 那我给俄罗斯卖 对不对 你要我不卖那你台湾就别卖 就以前中国在中美关系上 包括习上来以后 就是 关系走到这一步 当然 左派左派的说法 右派右派的说法 你把自由派的朋友说呢 那是 中国那种战狼的结果 俄乌战争呢 那是因为呢 沙俄的那种基因里面的 就血液里面的基因 他就是要扩张 就是要领土 那么 那是自由派的说法 那反过来呢 那些民族主义者 左派的说法呢 就是本约东扩的结果 那中美关系到现在也是一样 一方面说呢 中国太狂了 所以说中美关系决裂了 那另一方面说呢 就美国太欺负人了 就 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 到底哪一个对 就取决于你是什么立场 就这个根本不必去争论 中国的关系啊 在现在世界新的格局之下 哎 怎么样 我再补充两句 那不必去讲 就记得在 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 那就有人提出嘛 说美国是不是可以反打尼克松派 因为当年尼克松就是联中抗俄 意思是说美国现在可不可以联俄抗中 嗯 那当时我就说 我当然联俄抗中当然是很好的战略了 但是很难实现 第一呢 当年尼克松之所以能够联中抗俄 首先在于中国和俄国自己已经脑翻了 真真报道都打起仗来了 而且而在那个时候呢 而且当时呢 几年前呢 中国和俄国没有脑翻 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 而且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你没空的可算 另外呢 你美国尽管把中国当做他最主要的对手 但是他跟俄国在中东地区 在欧洲 毕竟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 还是有很多摩擦 而那些摩擦呢都是摆在面前的 你避不开的 所以他要联俄这个抗中 基本上就办不到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年来这些变化 当然 你要认为是 美国把中国打到一块去 这种时候我觉得是站不住的 首先是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中国自己的因素 我们平心而论 我们看一看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三年五年十年 怎么说的怎么看的 那就很清楚了 十年前 当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即便海外这些对中国对中共 估计最友好的人 他们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的 可能怎么样做的估计 还是和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也就是今天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 还是大大的超出了当初十年前 那些对习近平对中共抱最好最好设想的人 他们当年的估计 也就是中国现在走的太远了 不说不谈外交 单谈内政 在内部各方面的控制 那就比以前眼里多了 这一点肯定我想是 刘二周这些人看走眼 江泽民 曾庆红看走眼 海外这人也都看走眼 包括对共产党有很正面印象的人 也通通看走眼 那如果你要坚持过去的立场 原来的立场 那你不可能不对今天的习近平 持一种强烈的反对态度 那当然我们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作为美国 他看到中国从这个样子 任何一个国家 他怎么能够做事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一点毕竟是有一点 不光是因为你中国变强了 变强了 这个还是一条 但是更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你中国随着发展 到了习近平这儿 你不但没有选择 且不说不但没有走向自由民主了 你连稍微柔和一点都没有变得更柔和一点 更软更人性一点 相反你是变得比以前更严厉更残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一个人会对这种情况能够坐视不理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这种 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崛起就是默然置之的 这个时候他不采取一种强烈的这个抵制的反对的态度 这机会是不可能的 你要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坚持过去十几年前的立场 那你现在也该坚决的反对 因为这跟你十年来说的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我们这评论可以随便改变立场 但是如果你是个国家 那你原来你是怎么对中国抱怎样的期待 你发现这十几年来中国不但没有走向你期待的方向 而且完全是倒着来的 而且是变得咄咄逼人 在这种情况上 那我们看到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不管原来的这个鹰派也好 鸽派也好 拥抱熊猫派也好 还有什么派也好 不约而同的 现在都对中国采取了目前这种态度 立场 这个实在就是说 他们只能采取这种立场 这是别的一些国家 坚持自由民主的这个基本价值的这些国家 都现在他都有所变化 这个确实是可以这样的 这可以说是几十年来 那就像你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来你共产专制已经奄奄一息了八十年代 对不对 结果到三十年四十年不到 一个共产专制的国家居然成为 居然变得这么强大 构成了对整个普世价值 对战后秩序的一个基本挑战 你练在这种境界 你怎么能够不很严肃的去对待呢 你怎么能不能对 怎么能够不对这么一个强权的崛起 保持戒心 不可能不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这个变化是 归根结果是中国的变化 中国变化在老外看起来 当然是他会高度的警惕 高度的戒备 而且对你是非常不满意 就中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他看上去 对现在的中共 对习近平变得很宽容 很能够接受 甚至还有所赞扬 那是我们自己背叛 我们原来的立场造成的 你要查查十年前大家怎么讲的 我感受吧 当时对习近平 对中共最好评价的人 如果把他们十年前 十几年前的话拿出来看 那都发现和现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有极大的差距 如果他们还坚持十年前的那种看法 他们都应该对现在的习近平当局 是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 所以整个局面居然是如此 可以说人类 少有的遇到了 在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内 就造成这么大的一种形式的大逆转 从普世价值一时之间 几乎在这个自由民主打遍天下无敌手 到现在你看整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那确确实实这个 我觉得你要说美国有什么错 那就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意识到太晚了 而不是他采取敌对态度 他早就应该采取很强硬的态度了 那这个这个关键问题 这个中俄联盟也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下来看 因为我实际很紧张 我必须延续这个胡平最后的这个观点 我再讲几句 就完全不同意胡平这个观点 就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就说中国对美国的认识 实际上也就在川普上来这几年 1月6号那个事不应该是中国挑起的 美国两党的分裂跟中国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习在10年以前上台的时候 他非常愿意延续以前的 他一上来提了两个事 一个呢中美关系1000个理由搞好 没有一个理由搞坏 再一个呢太平洋足够大 以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我刚提到的从贸易战开始 而即使在贸易战那种情况下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刘鹤到美国来了11次 就是8个月之间来的11次 谈成了中美贸易协定的第一次 就是第一阶段谈判 当时刘鹤拿到的习的指令就是什么的 就不惜一切代价 要跟美国缓和搞好关系 当美国打中兴的时候 中国是全盘接受了中兴的所有的条件 就是不光是往中兴派那个 所以视察员 还接受了中兴的就是14亿美元的赔款 14亿已经够 够呛了吧那个数 就是当年4亿5000万白银的那个翻版 就为什么到了2019年的5月那一天呢 就5月5号那一天呢 习突然一下跟美国翻脸了 就是把贸易协定第一阶段全部 否定了 就说政治责任我来负 你去看一下那贸易协定的 因为在观察者网是登出来过的 那里面的每一条都是中国必须如何 中国必须如何 中间最要 中方可能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 美国要在中国要派2000个视察员 监督每一个国企每一个县的 就是出口的那种是不是遵守了这个贸易协定 在那观察者网把这篇中美贸易协定就披露了 只有半天的时间就收回去了 披露之后国内几千个留言 包括连自由派的朋友大概都没有出来说话的 我记得还有一个留言 说什么呢 说如果不是看到日历的话 还以为这是马关条约的 因为那刚好是5月4号那天 5月5号 另外一个留言就说如果谁要签了这个协议的话 那我说就是火烧赵家楼的时间明天就会再演 那那是刚好火烧赵家楼一百周年 所以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刚也说了就是左派有左派的看法 右派有右派看法 各有各的理由 但是呢 你讲到一边 全是中国的错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是有狂的一面 比如说那些人呢 习上来以后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啊 什么大国震撼啊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啊等等 是有很多 就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 美国是美国的问题 一边呢有点是爆发户的心态 就是一下富了 是有点得瑟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一个角色 另外一边呢 也有那种 就是当了一百年的老大 看见被人要超过了 那心里面肯定是不自在 不给你挖两颗射两个套 弄你一下 你要说中国专制 中国坏 是现在中国跟美国比民主 比自由 比开放度比不了 但是比毛泽东时代呢 比邓小平六四杀人的时候呢 比八三年炎打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中国跟今天中国又怎么样 好我必须抓紧时间了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